哈喽大家好呀我是小杂末 新角色变幻的限定礼包将一下各周四上将 三师图的背景可以看到阴沾火而破败不堪的大厅 背景故事中它是一个在战争中战败的君王形象 在漫无目的的逃亡 三师图这边的皇冠做的蛮璀璨的 另外可以看到头发处有燃烧制的灰烬效果 黑色系的时装格调呢挺适合蹲蘑菇的 身上的装饰品和纹理丝毫不差 周边还带有散落的灰烬特效 衣服和披风的边角位置呢 也可以看到历经战火焚烧的痕迹 脚下的战靴也有那个破绳的痕迹 嗯不管是不是钢板披风 作为限定时装还是蛮值得入手的 然后来看一下底包里的搬水瓷过 是之前海报中的成龙面具 嗯在树枝部分的话可以看到灼烧的痕迹 不知道到时候特效会是如何呢 个人猜测可能是添加冲刺效果 这个的话也是限定的哦 希望喜欢的小伙伴们不要错过了 此外礼包里面呢还有头像跟角色 价格的话大概可能是4000多回升吧 届时也可以用碎片单笔足够买 最后来看一下精华2的抽奖次数的头像奖励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